現場朋友建議掌聲歡迎 直日生張錦蘭 小燕你好 哈囉各位現場的朋友們 各位長官媒體朋友們及主持人 大家好我是張錦蘭 今天你好 恭喜你成為我們這麼好玩遊戲的直日生 當然今天很開心也看到了 先報告一下你最近的近況好嗎 最近有新戲要開拍了 然後也在宣傳今年初拍的戲 所以是宣傳跟籌備新戲同時撞在一起 應該蠻忙的 不過有好玩的遊戲 陪伴著你應該會覺得蠻好的 是就是在拍戲的空檔的時候呢 可以一邊玩手機 覺得還蠻紓壓蠻放鬆的 尤其是看這個界面這麼可愛 裡面還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就可以覺得好像自己 可以化身為裡面的某一種 某一個女生 好像回到當初高中上課的情節裡面 說到當初高中上課的情節 在你念書的時候啊 不知道有沒有那種失聲戀的 那個時候是真的有失聲戀 相信你穿著高校的制服 走在校園裡面 相信每個男生都會跟你吹口哨 然後老師也喝透流口水吧 是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們那時候還蠻保守的 是沒有到失聲戀啊 可是哪個老師特別帥 或是特別漂亮 都會特別想上他的課 對 如果多看一點 想說那個 就是帥哥老師結婚了 就是喔 政府他這樣 都不會聲聲嗨 太口氣之類的嗎 對於老師是還好 可是對於學長可能就會比較 對 比較 相信很多的故事 帶到我們的平面美女朋友 可以多多來考慰一下 好 嚴格真的回到主題 這次成為這麼好玩的遊戲 戰鬥女子學員來站台 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嗎 其實我剛開始知道 我要幫戰鬥女子學員 站台的時候非常開心 因為她在日本很紅 然後呢 我已經從高中畢業之後 我就沒有穿過制服了 然後這次又可以穿日本高校的制服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 尤其是就是還可以穿給大家看 就覺得很榮幸 而且好可愛喔 喔 對喔 大學之後就穿便服上學了 對 對 對 所以高中穿制服 對 因為我的制服被我家人丟掉了 所以一直就沒有再有機會穿制服 那台灣的制服跟日本高校的制服 是完全不同風格喔 不一樣 因為印象中台灣沒有這個蝴蝶結 然後也沒有這麼比較多顏色的配搭 所以就覺得哇 好像電影裡面的 日本電影裡面的一個女主角這樣 相信每一位呢 你一定都有自己的制服 只是現在應該穿不下了吧 哈哈哈哈 對 應該很多人穿不下 而且泛黃了 那這個好玩的遊戲 在那女學員裡面有十五個不同的角色 有不同的衣服可以換上之外呢 裡面呢 每個角色還有特殊的深幽來配音 非常的有臨場感 這麼多角色之後 你最喜歡誰啊 我最喜歡南明日夜 你猜 我覺得她跟我就是外表不講話的時候 有一點像 那所以她是 首先一定是長頭髮 長頭髮 跟我今天的髮型也很像 有一半是長頭髮 然後為什麼妳喜歡她呢 為什麼妳喜歡她 我喜歡她 對 為什麼妳喜歡她 第一個就是 這是我夢幻中喜歡的髮色 喔 就是因為現在拍器 我不能夠染奇怪的顏色 可是其實我一直非常喜歡 這個顏色 藍藍黑黑的顏色 然後跟 我覺得她跟我的個性很像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其實不太講話 然後都是在念書 所以其實有點外冷內熱 那她南明日夜本身 個性就是外冷內熱 所以我看到她的時候 就覺得 哇 這十五個角色裡面 只有她最像 其實這件事呢 有時候晚上聽歌的時候 我想說 哎呀如果高中的時候 我做這件事情多好 如果做這個事情 我是那個樣子多好 想當初了 這件奉獎呢 妳可以在我們 戰鬥女學裡面完成 然後這個遊戲好玩的地方呢 有三個事情 是戰鬥特訓和養成 這三個階段 妳最喜歡哪一個呢 其實我最喜歡戰鬥耶 因為其實一般的手遊 都會需要兩隻手來戰鬥 可是有時候 我在走路拿包包 或是在拍戲 在吃點心 在喝咖啡的時候 我只有一隻手 可是她一隻手就可以打怪了 所以一個單手戰鬥 對 然後她沒有時間 跟體力的限制 就隨時隨地 想玩就可以玩 然後她又用單手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設計上 很棒的巧思 果然妳是典型的都會女子 一點點時間都不可以浪費 對 就是一點點時間都要把握晉級的機會 所以妳就是手機的重度使用者囉 是 我是 就是無法沒有手機的人 剛剛安妮說呢 這個透過摸摸頭跟增加親密度 相信所有玩家們想要跟你增加親密度 有方法嗎 下載這個遊戲 有機會跟我在遊戲裡面互動 因為其實她除了那個戰鬥的部分 她還有競技的部分 比如說她有投籃 然後她打地鼠 所以在裡面有可能 可以跟我相遇 所以裡面有多人競技跟張喜倩一起來 好好的玩一玩遊戲 跟你增加親密度 是蠻酷的事情 當然接下來呢 我們要創造一個畫面 就是我們的上架畫面了 請來讓Dennis 收一下您的麥克風 也請您站在正中間的位置 當然今天你的制服美少林 當然有很多夥伴也在現場了 再次歡迎制服美少林們 請登場